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又跟大家相約了 暫時又三個月過了 其實時間真的很快 好像白馬過區那樣 記得上一次港元資良度 整個人都鬆了 我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很大力 原來暫時又要再上課了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在上一課的資良度課程裏面 講到什麽是業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什麽是業 面對業現前的時候 我們會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都會講出一個流程出來 但今天我們會繼續深化這個課題 給一個具體的 更加具體的方法去教給大家 這個法 我在兩年前 我就跟善果園的同修去講 兩年大家聽起來 哇 兩年之後 你會覺得用兩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漫長這件事 但我們善果園 用兩年的時間去證實了我這堂課 是真的所講的事 是很值得大家去實踐和嘗試的 因為到今時今日 他們跟修通過這樣去做的話 他們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和提升 這個是我們見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特別是今個星期的陳先生 回到善果園上課的時候 聽到他們的分享 是更加證實了這件事 所以今天你們兩年後再聽這個課題 但是你們會有一個 實踐了成功的善果園的例子給你們 希望增加你們的信心 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將他們成功的例子會 穿插告訴你們 增加你們的信心 今天我們講的課題是什麼呢 就是葉相 什麼是葉相呢 原來葉是有相狀的 上一課課我們講到 有善業有善業有惡業 是不是 當善業成熟的時候 我們展現出來的叫做福報 當惡業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受苦 叫做業相 而當障礙我們修行的時候 就叫做業相 福報大家每人都看到 到底業相是屬於什麼呢 我們見到別人福報好 這個業都是業相 而這個業相是善業展現出來的相 而什麼 我們通常這個業相 都是不講福報這一堆的 主要就是講這一部分 因為善業的果報 福報人人都喜歡 人人都歡喜 他不會受苦 所以通常業相 我們不是講這裏 是講這個 那惡業 它展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受苦了 受冤了 受氣了 明明不是你做錯的 偏偏就賴了來 有一天 我小朋友就放學回來 平時放學回來 就是有自己 既定的程序去做的 怎知有一天回來 我發覺 他為什麼自己靜靜地躲進房間 我說 有問題 我先去跟他聊聊天 原來他躺在床上 我說 怎麼了 這個同學多壞 我說怎麼壞 他說 今天 我跟同學說 一些東西 我全部沒有開名 是他猜到 我說一些東西出來 另外聽那個同學 他猜到 是我在說誰 他就告訴另一個同學 聽 那同學哭了 他告了 讓老師 抓到我去後處罵我 他說 我根本沒有說 我也不是有心去說他是非 只是說了這種情況出來 我也沒有開名 他說多壞 這樣就哭到這樣了 我說 姑麥論 他說 先對錯 可能今天 你真的不是有心的 但你沒有心的時候 偏偏人們也會誤會你 真的要講他是非 然後告到老師那裏 然後老師就罵你 這些 叫做 無端端 整達拉這裏 叫做什麼 業相 業相顯然 我们在公司里面 或者我们在人生里面 你想一下你这一生人里面 有没有试过一些这样 无辜的东西 或者是很想不明白的东西 或者是真的无端端受苦的东西 又或者不是无端端 真真正正受到人生里面 无论人、事、物里面的种种的挫折 而令到我们饱受之傲 这些就是业上显然 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记住 最近我发觉你念赞提人不是很认真 好像心里散了很多 我说你看 小孩不是没有业障 小孩也会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觉醒起来 你快点去拜忏 快点去诵经 快点去忏悔 可能就会很快过 但一般的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错那个觉得不是自己 你觉得多不认气 他说他多坏 上一次他说我是非 还几乎脱了我的褲子 老师说要寄他三个缺点 是我去帮他求情的 然后老师没有罚他 你记住 今天那个同学这样对你 但是他有这个福报 遇到你这么大量的人 对不对 你看到他 哎呀他有三个缺点 很惨 于是他无论如何对你 你都原谅他 那是不是那个同学的福报 但是今天你都没有开名说他 但是无端端呢 他就去告你了 还要骂你了 那就是说 哎呀你的业尚显现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警觉了 如果我们今天坐在延登院里面 还好似凡夫那样 遇到这种种的挫折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一味的怨天由人呢 那我们就跟凡夫一样 跟小孩一样 很多的 升职 明明同一间公司里面 做事最认真的那个又是你 迟到早退的那个 偏偏升职做经理 有没有的 我跟你说 我教书的时候 自己出来做事 那几年呢 新官上任三把火 还是本性如此 我不知道自己 总之就很认真去教书 好认真好认真去教书 哇 几乎呢 水不记得喝的 我们教低年班 一至三年班 那老师又少 结果呢 由早上 一直上到下午 都是自己的 那他中午就回家吃饭的 由早上三堂课 全部都是自己的 数学也是我想 中文也是我想 班主任也是我想 什么课都是我想 是体育不是我想的 除了体育和唱歌不是我想 全部都是我想的 那你就全包了那班 你很认真 很认真去做 很用心去做 那班的成绩呢 每次都全级第一的 哇 评长金的时候 永远不是我第一的 评长金呢 你是不轮到我 那早那几年呢 真的很不平衡 不过我心里面 我就很 一做起那样东西 我就很认真 就没有计较他们什么 都学期尾评长金的时候 不平到你优秀的时候呢 那是又不开心的 但不影响我的工作态度 因为这个是本性来的 但是从这又看回 你这种业了 你就五个人的福报了 你看见你对面那张桌 每个人都在乔啊乔啊乔啊 乔赦才回来 接着一打中极就回家了 他班里面的成绩呢 又不是很好 但 says 另一个事情 人缘好 我们就是乞了 死做难做呢 不会跟人去去打关系 不是说叫你去托 而是呢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 他有一点良好的关系 那我们只是做事 服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原来是最大的福报在人缘裡 当你人人都喜欢你的时候 最后评长金是他们帮你勾的 领导指不能够说 领导说了事 所以全体的员工他帮你帮的时候 这个人我都不认识 他就是的 只坐在那里做事 一天在课室里不见他回来的 他对你的了解都不深的情况下 他只能够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做事还做事 但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或者是相处 我们还是需要 打好那个关系 这个就不是说 投机要去买属哪一个 我的师妹 我在那间学校已经教了一年 接着我的师妹就来到了 我师妹说老实话 她教书就不及我 但是她的人就很活跃很活泼 办事能力好足 逢年过节 就会去校长副校长 主任家去拿一袋生哥去拜一年 别人不是有心说要托 或者去买关系 但是别人有心 他说去拜一年 其实是很应该的 但我们又不懂 那你死做难做呢 两年之后人家就升了做主任了 你还在教书 就是这样 所以无论你是世间里面也好 和大家同修也好 不是说你们要怎样 但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还是要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了解 不要回来什么都不懂 或者是有些组织活动 集体活动的时候 我们多点参与 去增加互相的了解 所以为什麽我们善举人坚持每个星期都要上货呢 第一每个星期都见一次面 大家慢慢就会熟悉 通过在共事一起去做事的过程中 就互相了解到 我说了解一个人 就跟他在做事的了解到 所以他们会就住了 会反省了 你亦都是 在与众生相处的过程中 你会自己如果能够警觉性高的话 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原来真正的修行在处众生界 你没有想到我躲回家就算了 你躲回家 你的智慧长不高了 你的智慧真正生起在处众生界 当你和众生相处的过程中 你会长很多很多的智慧 不过你会吃亏 你会受气 你会受苦 你会受很多冤屈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成长很多智慧 所以不是说 我们今天避世 修行我们就躲回家 我个命念佛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好了 当我们业商现前的时候 除了被人冤屈 被人什么 不见东西了 买了一张鹿合彩 买了三年了都没中过 谁知道有一天吃完香口胶之后 找运的袋子都没有纸 那我就想想 拿起那张鹿合彩纸 三年都没中过 一包就掉了 谁知道那天开的就是那个数字 是不是很惨 那你没办法的 这些就是业商 明明两部单车在这儿 或者两部摩托车在这儿 或者两部私家车在这儿 每一部都不偷就偷你那一部 这些是不是业商 炒鱿鱼最劲力你 又炒了你 常常我们说 白狗偷食 黑狗就当灾 这些就是业商 很多的 除非你有大福报 如果不是 你小小地回想 你自己这个人生 其实你是受过很多这些东西 是不是 很多不抵 哎呀很多什么 你想起来 后果真是弄烂了心口 或者生气到震 这些都是业商的显然 我们以前未学佛 一见到业商显然的时候 哇我们就怨到 就是说 适当找着一个你的好朋友 就拨命诉苦了 特别呢 关系到呢 跟你死对头的那个人 是另外一个人都会认识的 那你就会找着这个 拨命说他的话 哇受了多少气啊 说到电话呢 抱着电话可能说几个小时 都不会停的 好